為了囚禁各位觀眾好好體育發展 各位政府在181年度 並在於算住重點發展的運動中類 以及比較比較普及化的 阿文俄文的運動中類 進步左立運動到年輕力 並且到各企業來進行順位到學長 希望主機站來培養 以及康典各位體育認證 官長文正良在18年8月28日 要接受有體育班的好好好典 以及全人運動高齡 教育跟議官現象體育政策作單會議 會議當中除了林天國後在教學現場 占對推電好好體育的訴求 會後文正良並支持教育處 就好好訴求盤政體育上官主管 幾月一日的意志好好體育的方案 在181年度正出变在上官議場 照顧跟議官的體育選手 並且經濟左立高齡人力到教學現場 以及就六月家議官 九股獨白成立的運動中類 正保13名左立運動高齡人 特別邀請了有體育班的校長跟教練 一起做了一個長達4個小時的座談 那瞭解整個嘉義縣未來體育政策的發展 那後來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 就是整個體育的 這個原本的三級訓練 那延伸到第四級 那在三級訓練裡面的國小 那應該要去強化跟加強 那因為很多優秀的運動選手 大部分小時候就展現他的能力跟天分 所以我們這次又透過這樣的一個思維 那我們克服了一些財政的困難 那我們這次要聘請13位我們的教練 那能夠去做相關的這個發掘跟訓練 那培養我們小孩子在整個體育上 那可以去做相關的發展 那實際上台灣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社會 那過去大概只有讀書 那才是一個被稱讚的 那或者是被允許的一個發展方向 那現在實際上非常的多樣化 那提議這個部分啊 那除了可以凝聚人心 那團結大家的共同思考 那最重要的是對我們小孩子來講 也是一個可能的這個選擇之一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聘請老師 能夠發掘真的優秀的學生 那進而能夠去培養他 讓他有更好的前途 這次又用走力運動高齡人選 十八個最后在民兆國中進行學期 就由重新限定人力 到各個國家這個建立完成的三個現實制度 也僵僵各個國家好好提供發展的品質 以及在各個國家好好提供 在未來可以澎湃發展 新新聞 中來熙 明明兄 蔡鳳 報章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嘉義縣長翁張良 随着疫情的升温 我要提醒大家 新冠肺炎的确诊以轻症为主 确诊者做好门诊分流不恐慌 体谅防疫人员的辛苦 让医疗量能能够保持顺畅 病患获得最妥善的照顾 如果你是居家隔离 自主防疫居家检疫者 使用家用快筛检测阳性 不用怕 请连结视讯诊疗 由医生直接看诊 以及通报 就会收到卫生局 以及疾病管制署的确诊减讯通知 然后主动连结中央疫调回报系统 就会收到居家照顾隔离处置 记得资料填写 一定要正确 若你不是上述的三类人员 使用家用快筛检测阳性 一样不用怕 将你快筛四季包好 携带健保卡 自行开车或由家人载送 前往四大医院防疫门诊 做PCR检测 报告未出来之前 请在家一人一室 以家人分开 请勿恐慌 如有呼吸困难 气喘 胸闷 以及持续的胸痛等紧急状况 请打119 或由家人直接送医院诊疗 最后我要呼吁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 戴口罩 打疫苗 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若有问题 可拨打关怀中心的电话 05362-1150 由专人为你服务